好 大家都看到新的畫面了 是不是? 我相信 是的 看到 謝謝 我弄大一點給大家看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 你們是用手機看的 所以我想盡量 我們上個星期有沒有人記得我們是說什麼? 都是說恩次 是不是? 我們上個星期第七課是先說恩次的 那個主題大家有沒有記得是怎樣? 是這麼說的 聖靈的恩次 今天我們繼續 我們都會說聖靈的恩次 我們上次就說了在教會聖靈的恩次有什麼角色 為什麼我們要接受聖靈的恩次 我們今天就要繼續說聖靈的恩次 但是我們首先說究竟我們怎樣去探測聖靈的恩次 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恩次呢? 我們就可以在今天的課堂 就會再進深一步說到 究竟聖靈有什麼恩次? 你怎麼去發掘? 你怎麼去用? 如果你覺得你有個恩次的話 如果你覺得你有個恩次的話 我們就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聖術 它就在這裡說到 第八課與賀貪七聖靈的恩次 就在某一個山裡有一隻鴨 有一隻兔子 還有蟲鼠 還有老鷹 就在那裡居住生活的 但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他們的羨慕在其他動物的生活 他們覺得其他的動物的生活 好像比他們更加有趣 無論有趣或者更加好 他們總之就是羨慕其他動物的生活 譬如怎麼樣呢? 好像鴨子就認為 他除了游泳之外 他覺得他自己對其他東西什麼都不懂 所以他就很努力去學習跑步了 登山和飛行 他都很努力去學 兔子就認為 跑步是矮人一節的 所以他就很用心去學游泳 登山和飛行 你有沒有見過兔子去游泳 登山飛行 我都沒有見過 這個兔子就非常特別的 而另一個動物就是蟲鼠 他就很討厭在山上的生活 他可能覺得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很久 有些悶 有些人仍然是做同一件事 想盡犯法 要練習去學習游泳 還有跑步 還有去飛行 蟲鼠飛行 有沒有見過 有些蟲鼠它們都好像從樹到飄 飛去另一邊 有些蟲鼠這裡有一個翼 但是是很短暫的飛行 我看了最後這個動物集老鷹 就認為 在天衝徘徊飛來飛去 是很悲賤的事 可能它真的飛得太久了 竟然這樣認為是很悲賤的事 所以這個老鷹就不分就夜又去學游泳 跑步和登山 結果它們不但沒有學到其他農物的專長 連自己的專長都是日漸退步 因為它們沒有用它們自己最專長的東西 你不用就變成會越來越 它們的專長就越來越萎縮了 聽起來好像很相熟 對我來說也很相熟 我們繼續看 我們記住剛才的故事 原來動物有自己的專長 但是它們看到別人的行為好像比自己的善慕 然後學別人了 結果什麼都學不到 甚至連自己的專長都慢慢因此而萎縮了 我們在今天 究竟跟我們所說的因此的一課 有什麼連貫性呢 可能大家已經想到一些了 不介意我們繼續去看 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就是《提摩泰前書》四章十至十六節 如果你有聖經的話我也鼓勵你打開 就是《提摩泰前書》四章十至十六節 因為我們很感謝Carmen和我們做了這些施錄 但這個施錄就沒有了經節 因為放這些經節都很煩的 不要緊的 我們如果你有手機 你有其他手機或者iPad或者什麼都好 電腦也好 書本的聖經也好 就請你打開《提摩泰前書》四章十至十六節 給我一點時間 我喝一口茶 有其他人願意去讀《提摩泰前書》四章十至十六節嗎 我讀吧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也,我看回我《時記聖經》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些事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作信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勉教导为念 直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直着欲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刺激你的 这些事 你要因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奖进来 你要伸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行心 因为这些仰行 又能够自己 又能够听你的日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字十六 是 这些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所写的 保罗大家也知道 他的原名就是素罗 他就写给提摩太 他的助手 也是他的童宫 如果大家看提摩太前书 他也分开了三大段 这样我们就详细不说了 但是这里他又说到 我们这里就是属于第二段 就是教会和礼仪的秩序 以及讨论教会監督和执事应该有个品德 以及如何劝劝 以及劝勉教导不同的信徒的责任 所以我们很久就在这里劝勉 这间教会和寫给他的助手 以及他的童宫提摩太前书 Elizabeth就读了四章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看到 原来我们看到提摩太那时候 都是年轻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第十二节这里 他就说不要叫人和你年轻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自己 不是很懂事或者是年纪 你未必是年纪轻 在这里提摩太也是年纪轻的 但是不止是年纪轻 而且他在灵命上面都是年纪轻的 但是保罗就是劝勉和鼓励他 不要因为他年纪少 反而就要在言语的行为 爱心上面 信心上面 清潔上都要做其他人的榜样 我们继续看 那我们就说跟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个恩赐有什么相连的关系呢 我们看一看下一张 保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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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在世间的时候 就尽心尽力努力 在福音的工作里面 在这里说到他为什么 经文就是说到 他说 即经文 保罗在信仰 他是劝勉提摩太 为什么他要劝勉 他要他尽心尽以尽力 去传福音的理由在哪里 你看到在直着这里 看第十节 其实第十节就是这里 第一 我们努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 他是万人的救主 根是信徒的救主 在这里为什么 保罗会叫他们 叫提摩太 要努力 全福音的理由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觉得是什么 在这里都说得很清楚 因为耶稣就是万人的救主 亦都是信徒的救主 所以保罗正是为了这个福音 让很多人 让万人 有那么多人 得那么多人 去认识耶稣 基督是谁 不只是这样 未得救的人 让他们认识耶稣是救主 如果是信徒 都是要给信徒 更加去认识耶稣 是一个点的救主 所以保罗再三强调他努力 尽心尽力 努力全福音的恩由是为什么 再在这里讲到 在十四节那里 都有讲到提摩太 曾在众掌路按手时 藉着议员得到什么呢 原来在这里讲到提摩太 曾在众掌路按手时 是得到如何管理自己的恩赐 我们在这里看到四章十四节那里 就写了 你不可以轻忽所得到的恩赐 就是从前直着预言 在众掌路按手的时候 刺及你的 在这里呢 在另一个的版本 我忘记了我看这个版本 这个应该是和合 我看中文叫做和合本修订版 是的和合本修订版 它说到它用了这个字 就是说不要忽略 它这里就是说不要轻忽 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要叫提摩太不要忽略 不要轻视 不要轻忽 在从前他接受了掌路按手 为他祈祷 那时候呢 他就接受了神的恩赐 在这里看到原来按手的时候 是掌路在教会的掌执 掌路为你按手的时候 是可以传递个恩赐给你的 神是会直着的时候 给你一个恩赐的 在这里保罗再去提点 去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这一件事 我们继续看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探讨圣灵的恩赐 对于圣灵的恩赐 不能有理论上的学习 必须察觉自己有什么恩赐 并要具备積極 我们有几点呢 我们都要具备 要去 不只是在思想上 或者理论上 去知道原来有圣灵的恩赐 那当我们在思想上 或者理论上 认识了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我们自己的一个 什么态度 来接受圣灵的恩赐 还有我们应该用 我们怎样去 运用我们认为有圣灵的恩赐 所以我们有几点 就要去准备自己 去用这个恩赐 第一就是对于圣灵 对于恩赐 应有一个基本的态度 首先如果你要发现自己的恩赐 你就要发现自己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礼物 圣灵除自己分级 除自己的意思分级各人 而圣灵分级各人乃是透过 祷告和信仰的经历去发现 并且接受 因此在圣灵所赐的恩赐中 要有刹角的智慧 在这里说出一段很短短的四行 他说了很多事情 首先他说我们对恩赐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发现自己被圣灵 赐我赐了什么恩赐 我们在上一部也说过 圣灵是除它自己的意思 分配这些恩赐给不同的信徒 圣灵是怎么可以给其他信徒 就是借着祷告和信仰经历去发现 祷告我们刚才在上一页也说了 提摩太被普罗再提点 他说你不要轻忽 不要忽視长老 按手为你祷告的时候 给了你的圣灵的恩赐 一样就是祷告 然后这里说 除了透过圣灵祷告 还要在信仰 在你的信心的道路上去经历 一路跟神一路走 你就会经历到发现自己的恩赐 当你发现了那时候 你就要用一个打开心非的岔道去接受 不要抗拒 也不要害羞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是这样的 很谦虚 或者觉得不懂怎么做 那就拒绝 但是圣经在这里提示我们 当我们经历到发现到我们有这些恩赐的时候 我们就要因然去接受 打在我们的心房 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去接受 感谢神 然后在神所赐的恩赐之中 你还要有刹觉的智慧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要求问神 这个让智慧自己去察觉到 你自己有些什么的成恩赐 我们或者请别人去读 有哪个大兄姊妹愿意读 《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 在这里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 原来再提醒大家 这个恩赐是圣灵 除着它自己愿意分给大家 所以当你发觉你有自己的恩赐的时候 只是去接受 只是去接受 那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看 保罗 要发展神所赐 我们的恩赐 任何一个恩赐 起初的时候 都是不起眼的 你可能都不发觉 甚至都不知道的 一开始对我们来说 都是陌生 都不足够的 都是与不足的 可事 若对恩赐 继续加以研究 并且透过服侍来 初恋自己的话 就会逐渐地熟练与成熟了 因此 不要为 现在不成熟的恩赐而感到失望 那要更努力 读经 先讨告 初恋已成为有能力的恩赐 擁有者 有没有人愿意读这段 圣经文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 那在这里呢 今天大家都很害羞 不要紧我读 这些事你要恩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诵人看出你的奖进来 原来当我们在第十四节 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 那在这里呢 圣经都 保罗再提醒提摩太 在这些事上 你是要什么 你是要去努力去做 并要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奖进来 原来当我们在 在第十四节 我看回这里 十五节 是的 他之前就是说到 十四节 我们都刚才看到 他已经说了 叫提摩太不要忽略 长老在按手时 为他祷告 给了他的恩赐 接着现在就说到 他要接受了这些恩赐 他就要努力去做 并要在这些事情上 专心让众人看到他的奖进 原来不是只是他要努力 其他人 在教会的其他人 我都看到他在这里成长起来 在这个恩赐成长起来 这个都是神的心意 那我们再看看 再跟大家分享 好 不如我先在这里分享一下 因为我看到这里 你说发展如何 如果大家记得 我上次说的一个见证 他在这里说到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 你对任何的恩赐 起初都不起眼 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做 觉得密心不足 你记不记得上次 我跟大家分享 我当神叫我去 参与这个讨告的事工 的服事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都不懂的 你叫我讨告 我都不知道讨告是什么 但是呢 我都是因为神叫我这样做 我就去信服了 对我来说 那时候真的密身和不足 因为你叫我 那时候我去一间英文教会 我连中文祈祷 我都搞不定 都不懂 你还要我去英文教会 去祷告 但是我都因为神叫我去做 去顺服就去了 那时候对这个恩赐 我就跟着就不停 每个星期去参加这个祈祷会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不愿意出声 是逼得自己面都红 我才愿意出声 因为我又要用英文来说 对我来说 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就好像这里说 如果若对恩赐继续加以研究 并且透过服事来操练自己的话 就会逐渐地成熟 熟练与成熟 我就不停如是者一年一年一年就是这样去祷告 每个星期如是 除了是暑假 接着其他的日子和Christmas 我们都有休息的 譬如大学校的假期 因为要陪小朋友 其他的日子每个星期三 如是者就去祷告 在当中去服侍大家 为大家祷告的时候 就熟练了和成熟起来了 因此 所以很久就在这里勸勉大家 也都是勸勉大家 不要为现在不成熟的恩赐而感到失望 乃要更加努力读经讨告 操练已成为有能力的恩赐擁有者 在不知不觉间 因为自己不懂讨告 一路学习讨告 去做之余 去看圣经 究竟圣经讲的讨告是什么 不只是看圣经 而且有时候上堂 有些讨告 听神的话语 那些堂 我都去听 因为讨告 你要知道神跟你说什么 为个人怎样讨告 怎样做法 怎样知道这个神的意思 我一直都是学这些 去上这些堂 还有看很多很多书 我想我有成看一百本书 没有一百本书 起码有 我想都有百十多本书 是关于讨告的 那我不是去给大家觉得很难做 或者是觉得是 要不要这么夸张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且在当中 当你去做这个 恩赐的事奉 神也是会给你有能力 因为这个是恩赐 你不是靠自己的 还有你会自然会有一个渴望 去更多认识的心 所以你就自然会去找一些 关于我的情形来说 就是讨告的书 去看 去了解 用不同的方法讨告 那讨告所出现的问题 会是怎样 怎样解决 什麽事 什麽事情 我看很多这些 那久而久之 就已经是成为有能力 和恩赐的拥有者 所以很快 我就已经是带领整个教会的 那个代讨者 那个的领袖 所以神是不断 不断 不断 要藉着你的 当你接受了这个恩赐 就是去用 接着神就会继续 在用当中 你就会有这个成熟起来 和可以熟习起来 那么我们继续 所以要发展就是 我们就要去 運用我们的恩赐了 我们再看看 在这里 即使用恩赐再好 恩赐再好的恩赐 若不为教会来使用 就会变成 无用之物 若不为主来使用恩赐 恩赐也会消息 恩赐保来勸面 提摩太说 将你的恩赐如火 轻旺起来 有没有人愿意 读这部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我读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在这里说到原来我们要积极使用恩赐那时候 不仅是质局 是要积极使用 大家都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发觉 我是有 比如这样说 行政的恩赐 我可不可以在我工作那里做 用来去帮助我自己 在公司会更加好 我的发展前途会更加好 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在这里大家都看到很清楚 原来这个恩赐是给什么 是给你在教会那里用的 如果不是在教会那里用 就会慢慢变成没有了 大家说是否正德正德是教会 我觉得是他教会的意思 就是在弟兄姊妹身上用 去建立他们 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有时候譬如好像 我那时候在菲律宾 就是帮先生做生意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餐厅 很多都是天主教徒 和基督徒 虽然他们很年幼 我意思不止他们的年数 真的年幼 和他们的灵命真的很年幼 他们只不过是觉得 就知道是神 耶稣就是神 就是这么多的 其他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那变成了他们又要做工 和他们的知识水平又不是高 你叫他们看圣经 有时候都很辛苦的 那变成了我们 我就用了什么方法去帮他们 我就为他们祷告 那我用祷告 我都是为了 都不是在教会 在我的餐厅那里祷告 是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情形呢 就好像一个教会 因为这些大兄姊妹 不会去到教会 但是他们来我这儿工作 我就会造成一个 好像一个的 祷告小组 每天我们上班之前都祷告 我们有什么事情都会一起祷告 带给神 求神去帮助 那当初呢 我会在这个时候 就用我这个祷告的恩赐 来让他们去认识神 让神呢 可以成为一个 即我可以成为 藉着祷告成为一个僑阳 让神的恩惠 他们无论这些 员工也好 或者是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都信耶稣 就是去认识神 去接触到神 去认识神是哪一个 就用了祷告来 做一个僑良 让他们去经历神 在他们的生命中 去帮助他们 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 他们因为在那些国家 第三就是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的身体呢 有时都是健康比较差一点的 因为药物又贵 他们又不会去看医生 因为看医生很贵 我们唯有祷告 很多时候差不多是百分之 就是我跟他们祷告 就是over是90% 每次跟他们祷告完 他们那些周身痛 什麽什麽都没有了 在这个情形来说 就是我们说回用因子 我们刚才就说 如果你用在你的工作场所 行不行呢 我觉得如果你的工作场所 如果你是有一个查经小组 或者你一个祷告小组 你可以在那裡用 神是会都是去祝福你的 用你的 甚至你可能 甚至如果你说 那对外面 不是那些信徒 可以不可以呢 在教会 比如你可能说 你有什麽的需要 我为你祷告 那他们都会是 经历到神 对他们的爱 对他们的关心 但是呢 就是这个就会 可能是用了 不是就是 就是让他们去认识耶稣 认识神是哪一个 而不是去 就是不可以说 用一个建立教会的名称来做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用 在这方面 用来祝福其他人 就是用你的恩赐 不论是讨告 甚至是你的行政的恩赐 你都可以在那裡祝福那间 那些公司 使得公司 是好像神的心意 來做 我会是这样看 这件事 那他这里 他说 把你的恩赐 再如火轻煌起来 但是他就是让你可以一直 他说 如果你不用 为主来使用恩赐 恩赐会消失 好像我们刚才说到 我们是不是 你的出发点是什麽 是不是只能为了你自己 使得你自己 如果你在那里做得好 上司就会提携我 所以我就用这些恩赐 不是而是真的为主 好像我用祝福那样 就是让主的医治 来到这些 没有机会回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那里 去使得他们经历主对他们的爱 所以当你这样用的时候 你的恩赐就不会消失 而且如火轻煌起来 再看到刚才阿士族 我们受患的时候 是叫你们安慰拯救 他们得安慰的时候 是也为 保罗德安慰 是叫他们得安慰 安慰叫你忍受我们 所能够受的那样苦楚 这个也是一个 让我看看 这里 是让他能够使得 我想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我回想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我回想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我回想一下 提摩泰 后书 不好意思 所以就 一张六字 提 因为他在这里提到 叫 保罗提摩泰 他说 你得到你的恩赐 就是从你的祖母 外祖母 羅尔和他的母亲 丘尼基的心里面 就是他们那里 得到的信心 和恩赐 所以 所以 保罗就是为了 为了提摩泰 按手在提摩泰 那里 让他的恩赐 再可以轻旺起来 因为他那里叫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提摩泰 就是比较年幼一点 让他给他的信心 因为上帝刺了 他不是胆气的心 而是肝强 人爱有自制的心 所以在这里说到 可能在当中 就是 在当中 保罗要经过很多 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形 保罗也是说 就算他受过苦楚 也是值得的 因为他也是把这个恩赐 传授了给他的助手 和这个信徒就是提摩泰 那我们继续再看下面 那你察觉 恩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 必须要基督徒 因为这个恩赐在英文 就是叫做 寺度 如果大家想知道 全名就是寺度 寺度 而且一般的才能 才能是有不同的 才能是神赐于所有人类 天生的礼物 是给所有 无论你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其他的人都好 其他教的人都好 在身体教会里面的人 才有资格接受 属灵的恩赐 有时候 要相信 就是要知道 家里的圣灵 就给了每一个 重申的基督徒 是认识基督徒 是认识基督徒 那你还要相信 除了你基督徒之外 還要相信 聖灵的恩赐 有时候 神赐了 我们聖灵的恩赐 虽然我们不太明白 但是要相信 并且感谢神 赐我们的恩赐 存在期待的 心来察觉自己的恩赐 可能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 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恩赐 但是你相信 你收到聖灵的恩赐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怎样 你的心是怎样想 大家回想一下 你有没有用一个感恩的心 但是就说 或者是说 哎呀不关我事 不要找我了 但是如果大家 有这样的想法 就要去 再正视自己的态度 就是相信 神 聖灵 已经赐了这个恩赐给你 而且要用这个感恩的心去接受 期待 期待 和期待的心 来去发展这个恩赐 那除了是要有期待 去相信 聖灵给了恩赐 你之外 还要渴望使用这个恩赐的心 如果将恩赐 视为一个兴趣的一个装饰品 神就不会动工了 要有荣耀神 甚至带来教会之体益处的心智才行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 啊 我有这个恩赐 哎呀 我有空就来做一下 教会 我没有空就不来 这样就会视为这个是装饰品 所以大家就要审视一下自己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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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当你接受了这个恩赐的时候 你用什么态度去接受呢 还是将它拍到一边 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呢 就是有空才要用一下呢 那你就会不会用 就是你会不会在这个恩赐里面长进呢 大家都会知道是很少机会的 如果是用这样的态度 所以希望大家再会用一个正面的态度 去渴望这个恩赐在你们的生命里成长 那么察觉到恩赐的基本条件 察觉到恩赐的基本条件 就是除了我们说 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几样的恩赐 要有几样的条件我们要去了解 就是要有的 第一就是要明白恩赐了 明白这个恩赐神次给我们是不同的恩赐 因此要多研究圣经 以及有关恩赐的书籍 多于有恩赐经历的人 有同样的恩赐 比如你有祷告恩赐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来跟我讨论 去认识你究竟祷告恩赐是什么 而且还要有谦卑的学习态度 或者你多去和别人祷告 你就会更加去认识 去知道这个恩赐是什么 还要为了接受圣灵的引导而祷告 你要深测 要去探测这个恩赐 必须要有祷告开始 以祷告结束 尋求恩赐是合神 心意的祷告 要相信神已经赐下恩赐 并且为此来赞美祂 感谢的心来祈求 以圣灵的恩赐 在《雅各书》一章五节 有没有人愿意读 这一节 我读 好 麻烦 好 《雅各书》一章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兵当求那口誓与众人 也不素责人的神 主就必辞给他 是 麻烦 在这里说到 如果你对当中有缺少智慧 你就叫神去祈祷 去祈求神 在这里当中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的 你可以祈祷 神是不会责罚你的 神不会像我们有时候 有些人问他们 他们会骂我们 不是的 神说 他是很高兴 是愿意赐给你的 所以我们只要接受 用祷告说 我觉得神不够 你可不可以带领我 其实我在这里准备的时候 我早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土工 神就在这里一路准备 就说我恩赐除了这样 其实你一早就给了这个恩赐 但我就没有做到 没有用到 在不同的方面有一个发展 神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又不是很懂前路 应该怎么做 我就说神 求你给我的智慧 带领我 我应该怎么选择 你给我这个 我是不是要继续在这方面发展 如果是我要怎么做呢 我是不是要继续去进深一步 或者要看多些书 甚至要上一个课程 去准备 你求你给我智慧 和带领我 让我在这个恩赐 更可以成长起来 当我做这一科的准备 这一科的准备 我就觉得圣灵再提醒我 我做这个恩赐 我还没有用 已经是好像删除了很久了 神就感动我 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 所以就是神 我说神我不够智慧 我不懂做 我不懂怎么选择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求你帮助我 我就觉得神是听了我 现在已经为我准备 为我准备 这一条道路怎么做的了 所以鼓励大家 大兄姊妹 你怎样拆 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去拆各恩赐的 基本条件 就是要祷告 要跟神说 当你觉得 你自己接受了这个恩赐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跟神说 神是求你给我智慧 怎么做 求你引到我去哪里侍奉 求你教到我去哪里侍奉 去运用这个恩赐 好 我们还要相信 等一下 还要分析自己的可能性 我什么是分析自己的可能性 就是要知道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动工了 过去我们的专场是什么 现在的兴趣是什么 特别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感到特别有意义和价值 或者是怎么说呢 知道 譬如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准备这个 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说 阿神啊 我发觉原来我这个 很小的时候 信了耶稣的时候 你已经给了这个恩赐给我 我专场的意义 我也是读过方菲 因为我之前是读了辅导的 我其实现在开始 我又觉得你神啊 你又给了一些辅导的工作 很多弟兄姊妹 譬如她的 非然间家人过身啊 非然间他们病痛啊 非然间他们又不知道前路怎么走啊 我当我为他们去听他们说 当我能够指导 告诉他们知道 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成长 知道他们的 就是踩步去怎么做 就会让我感到很有意义和价值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 就可以正面去面对 无论是挑战也好 无论是挑战也好 无论是他们所处的难 即是他们所在那里 他们的处境是怎么难也好 当我能够做到这一件事 我就觉得非常 对我来说的生命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 因为是帮助别人去看到 他应该怎么去做 可以继续走在这一步路 不是塞在同一个地方 兜兜转转很多年 所以我就觉得 啊 神啊 你又好笑 又给我一件事 我在当中分析了自己的可能性 然后分析了之后 我就导致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就祈求上去上面那一步 祈祷就说 神啊 我求你继续 只因我应该下一步怎么做 继续我们分析自己之余 我们就要将这个恩赐 用在教会的侍奉 就是参与教会的侍奉 就是说 担任適合自己恩赐的服侍 若有教导的恩赐 就到儿童主义学或者小祖宗教导 好像现在这样 我读完神学 我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平台 做关于圣灵的工作 我认为神学的教导 我觉得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 因为我很多年前 真的很多年前 大约是 应该是九年至十年前 我就跟神说过 我想 我希望这一生我都可以跟别人说 关于圣灵是哪一个 父亲你是哪一个 耶稣你是哪一个 当我读完神学 装备好 神真的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个课程 就给我介绍 圣灵是哪一个 给大家大兄姊妹知道 所以其实你的师父 其实那时候 我都没想着读神学 我想过一下 但是我说 很难 但是神就是用他的方法 来为我开了一条路 在今天他真的完成了 我那个祷告就是说 我希望可以将圣灵介绍 让别人知道 就是藉着这个平台 在今天这个教堂 来做这件事 就是参与 这个也是侍奉 就是参与教会的侍奉 使得大家 弟兄姊妹 被建立 当你认识自己 和圣灵的关系 特别在这个恩智那里 你就会被建立 所以这个教会的肢体 就会被建立 所以当我愿意去跟随神 去参与 去做 或者是运用这个恩智 那时候 神呢 又会帮我 能够完成了我里面的心意 就是教大家 或者是分享 和大家分享 圣灵是哪一个之余 你们又得到建立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 教会得到建立 那 除了你当你 刚才所说的几点之外 你就说 除了我知道这些人 我又讨告 我又求智慧 我又参与 但可能还有些我不知道的 或者一些年幼的 或者基督徒 那我好像觉得有这个恩赐 我是怎么做的 那你就要尋求他人的印证了 在个人的恩赐 必须要得到教会的印证 教会的益处 要在个人的益处之前 就是换言之 你是当你有这个恩赐 那时候 你就会在教会用 当你用了这个恩赐 那时候 人家就会看到 你真的有这个恩赐 而是放在教会 就是放在他人 在你自己的恩赐之前 你不是这么说 我要用我这个 我要发挥我这个恩赐 我要去印证我这个恩赐 所以我就去做了 那你就用我自己的出发点 而不是用在其他人做出发点 反正如果你说 我觉得我有这个恩赐 甚至如果你 我相信你是给了我的 那谁谁为我祷告 他是按手为我祷告 甚至有时自己祷告 我也觉得 我在这方面又有兴趣 又觉得是好事 如果是你给我恩赐 你可不可以跟我印证 在教会给我能够侍奉 又给執掌或者是团队 去给我鼓励 印证我真的有这个恩赐 我愿意用这个恩赐 去复赐教会 让教会成长 我知道教会成长 我在这个恩赐的道路上 我必定成长 就是用这个态度 而不是说我要成长 所以我就要做做做 那其实就是出于自己的出发点 而不是出于别人唯一的出发点 所以最后就是要评估 评估你这个恩赐的功效 当我们使用恩赐的时候 就必定会有果效 并且产生肯定的结果 虽然自己有喜乐 但经过一段时间服侍 却没有效果 可能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恩赐 可能有时我们自己就很想做一件事 很有热成 比如很简单 大家都很多时候去做诗歌 去唱诗歌 你自己很喜欢唱歌 你在家又唱 出街又唱 自己一个人又唱 洗澡又唱 什么时候都唱 你很有喜乐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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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你和别人一起唱的时候 可能呢 你和别人夹的音又不是很好 有时音又突然出来 人家可能不跟你说 但是你会听到的嘛 那你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恩赐在哪里 或者你可能自己不是说一定是走音 可能你唱得很好 但是可能呢 你的声音特别一些 你把其他人都蓋过了 那其实因为这个唱诗班 是一个和谐的嘛 那个效果就是要和谐出来 把每一个人的声音 就是和谐混入在当中 而不是一个很高 一个很低的突出出来 那你就要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你就要重新考虑 你自己恩赐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里要用呢 如果没有带来一个和谐的效果 这个是其中一个的例子 所以你们用这个因子的时候 你都要评估一下自己 就是看到效果是怎样而再决定 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的 这个的纲位上侍奉 那你看到呢 现在最后这一张照片 就有27种不同的因子 那你从昨天我提出来的那些照片 你可以看到的了 其实坊间也有很多不同的书籍 就是说你怎样去发掘自己的因子 它可能会有百多题题目的 如果大家要都可以有 其实我留了 我放了一本书在教会的 你怎样去发掘在那个library 可能Joy会 如果有机会大家想看 可能要问Joy 看看是不是那个书架那里 就是发掘圣灵的因子的 目录表 我稍后会拍一张照片给大家看 那本书的封面是怎样的 其实我之前拍了 不过不知道去了哪里 一会发给大家 那你在这里看到27种 那这个表呢 就是Peter Wagner 就是彼得韦勒 他已经过了身的了 他是很出名的 Fullis神学院的创办者 在美国的Fullis神学院 那他是用了27种因子 有些会更多的 那当中他会很详细讲 譬如你有预言的因子 什麽为之预言的因子 有什麽特质 怎样做 怎样用法 怎样帮教会成长 那在这里呢 都讲得很详细的 那你看到27种 那你有时都会说 哇我看到呢 我不只是有一种的因子 我有侍奉的因子 有怜悯的因子 我又有款待的因子 和有代土的因子 是不奇怪的 很多时候呢 你会有多种的因子 但是最重要呢 你就是要知道 要发掘 接着就要用 就是去建立教会 建立他人 当你去建立他人 建立教会的时候 你自己的因子 就自然被建立出来的了 那你就会用得很好 用得很有信心 和很有喜乐 因为都是建立教会 建立他人 所以就 是的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都是讲已经完毕了 大家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这个 今天这一课 都不是容易的 我鼓励大家回去再去看一看 那些slides 因为它分开的项目 有很多点 可能大家会听的时候 比较不清晰 如果你稍后再有时间再去看一看 你就会在脑上再整顿一下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会分开 分得清楚一点 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因子 你要怎样做法 你要在什么阶段 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就算大家不知道也不要緊 你就用祷告开始 就问神 接着就求圣灵指引你 又去留意一下 分析一下自己 在这个阶段你有些什么 接着就开始教会事服 开始教会事服 不重要的 慢慢来慢慢来 不要气馁就可以了 你知道出发点 就不是因为要發掘自己的恩慈 而是相信神给了这个恩慈 你要用在教会上 当你这样的态度 神就会很快地告诉你 你究竟是不是有这个恩慈 即是藉着 无论是执掌 甚至你自己看到的效果 你在过程之中 你会认识到自己的恩慈是怎样的 而很快你就会看到 究竟应不应该继续在这方面 去学习或者是侍服 这也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就鼓励大家 去找到自己的恩慈 接着就开始侍服 有没有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者有什么问题 或者换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谁知道 自己有恩慈的 如果有知道 你可以在帖子上 弄一只手给我看 不然我就可以 大家有个概念 可以为大家讨告 知道那个手在哪里吗 那手在哪里 你坐在这个搜索里面 等我看看是否在搜索里面 有一只手可以举的 是否在这里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不同 有些 那只手在这个 有没有大家知道 你觉得自己有个恩慈的 什么恩慈都好 不要紧了 没有人吗 没有人有恩 你们不知道 还是害羞 还是不肯定 有些人会议 很明显 我吃得整个人 反而成为 你去送一个国家 所以我也想要 飞机 有些人会和人 会认可 对自己 也会认可 我要认可 也可以认可 有一些 我认为 在这些人会认可 自己能靠边 也会认可 令我真命中的質疑有些不明白 有些什麼? 有些不明白 不是很明白 是 是是 因為伊朗一樣的民估和人性都是關於神或者人類的人 去認證自己或者停止自己的方法 所以伊朗比較容易 例如發展和價值的使用 所以自己就不要擔心自己的身份 誇張自己 要天秘 做小一六個 是 是 是 我想像Monica這樣 譬如她說 不知道究竟自己可能認為 或者你覺得你有 但是就好像沒有被人發掘 那你可以先討告 你一直討告問神 我覺得你是給了這個恩賜給我 求你給我恩賜給我 你都希望我侍奉的 求你為我開條路 讓我在這方面侍奉 那你就看看 那你就再看看 但是你真的要掛著這件事 神我是想侍奉 我覺得你是給了我恩賜給我 求你為我開條路 當那個機會來到 你就可以去做了 那你再在當中做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別人會給你一些的印證是怎樣 譬如 因為神是給了每一個基督徒 有一個至少一個恩賜 當你說不清楚 神不會罵你的 你不知道什麼 不會的 祂很高興你會用的 這也是一個信心的一步 那你就一直在祈禱 就問神 求你為我開這條路 我不知道怎樣 又可以這樣問 如果有些大兄姐妹 其實你都不是 你去教會 你都沒有特別刻意去找 怎樣去服侍的 但是當機會來到 你覺得神要你去那裡 那你就就可以參與一下 那你就好像在Greymonita這裡 我鼓勵你 你和神禮祈禱 這個神 我覺得你給了這個恩賜 我感謝你 如果你認為是時候我要侍奉 我願意求你為我開這條路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覺得神秘到去 她聽得不清楚 她聽得不清楚 你那個聲音 等等等等 聽不到 完全聽不到 喂喂喂 我們聽到你五聲 跟著就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不要緊 因為我想那個修飾好什麼 不如這樣吧 喂喂 不如這樣 我會為你禱告 還有你一路求問神 我覺得有這個恩賜 如果是你為我開勞 給我一個機會 下個禮拜你每天都祈禱一次 好不好 起碼祈禱一次為這件事 看下個禮拜來跟我們分享有沒有進展 好不好 每天一次這樣祈禱 求神為你開勞 你覺得你有這個恩賜 求神為你開勞 看看下個禮拜回來跟我們分享有什麼進展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OK 因為那個麥克風聽得不清楚 所以我又不想阻礙大家的時間 變成我只可以就 我們剛才都學到了 什麼都由這個禱告開始 你就開始禱告神了 你說神了 我覺得你給了這個恩賜我 我願意去服事 求你給我 如果你認為是時間 就求你為我開一條路在這裡服事 就是這麼多 好不好 好 謝謝Gracemanita 我們下個禮拜聽聽 你有什麼跟我們分享 我們希望聽到好消息 還有沒有其他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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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項目比較深 要再思考一下 是 不要緊 深不要緊的 我們都是一起學習 但是很相信就是 相信神是給了每一個大兄姊妹 有這個恩賜的 神叫我禱告的時候 我都是一個年幼的基督徒 我都不懂得祈禱 你想想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禱告嗎 我不懂的 為什麼禱告 完全不懂的 什麼都不懂的 我相信神給了恩賜 為我開路我就去做了 就是這樣的 你問我那時候什麼為之恩賜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完全是沒有聽過恩賜這件事的 但是就知道神是放在我那裡做 我就做了 所以有時候不要讓我們知道這些名詞 來嚇壞自己 或者阻礙了自己 就是用信心去領受 去接受就可以了 好嗎 好啊 好啊 我們會為你禱告 希望下個禮拜你聽到一些好消息 無論是怎樣都好 但是每一天討告 只需要你每一天討告問神這件事 好嗎 好 謝謝 其實每個人都會求問神 自己在哪個崗位 哪個地方去服侍的 因為每個人的恩賜 不同的時候 神用得著自己的時候 我相信一定會放在我們每一個適合的崗位 就去鼓勵別人 可能是的 有時候其實Amanita說的 這裡說得很好 就是不同的時候 就算是不是鼓勵別人 我不知道的 其實有時候 我們相信神有自己的工作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譬如現在神就放在我這間教會這裡 Finger你這樣說 我就聯想起 這間教會 我在這裡就做一個僑良 就是一個花文化的工作者 那它就是因為這間英文教會 西人來的全部都是 牧者是韓國人 那它的英文都是有限公司來的 是說得很簡單的英文是好的 因為他們看到在那一區有很多很有錢的華人 但是他們生命是未認識的 所以他們的生命是雖然有錢 但是就是沒有目的的 那他們開始有些是有錢的 那些華人 有唐華人 有唐華人 有大陸人 都開始來這間教會的 因為疫情他們就停了一排兩年 那現在開始他們慢慢又有些華人來了 那他們因為又是西人 又是韓國人 根本就不懂得說中文的 所以他們就找了一個我這樣的人去做 那其實神就給我去做 很多時候都去做一個翻譯的 那為什麼我會提這件事呢 因為剛才Money頭說去鼓勵人 那其實我的普通話就真的是很普通的 普通到是有時候人家不知道我講什麼 就只有我自己講什麼 但是神是放我在那裡 那我就要去信服了 就算是不是真的鼓勵了他們 我不知道但是神要我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除了翻譯是其中一件事 還有其他很多東西的 神都要我去建立那間教會 那如果我只是專注說 哎呀我這件事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 那我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推掉 那神要我做其他的事就做不了了 所以他們都說 你們這些普通話 我們真的不明白 那他們這樣跟我說我都沒有辦法 我唯有自己學 我唯有自己聽 聽多些說多些 就求神給我多些聰明智慧去講這個普通話 說得流利唱通 讓他們明白 所以你剛才講到說 那個時間是神有不同的時間 做不同的崗位的事 是對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鼓勵到對方 我不知道 在這個情形未必是鼓勵到他們 但是神要我做的事不是靜止那裡 所以在這裏就有 你相信神 神為你開了那條路 不要說 哎呀我不行的 如果我只是說 我用普通話不行的 那我就不用 什麼都不用做的了 所以我鼓勵你 如果你覺得有機會來了 要你做那件事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工作 你其實做得很好 不過其中一部份 你又做得不好的 你都是因而接受 就是這個意思 是因而接受 所以不需要 你這樣討告就問神日神 我相信你給了我這個恩賜 我也是用來建立教會的 我願意 你問你自己願不願意就可以了 只要願意就可以了 我願意求你為我開牢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第一件事 就是要問自己願不願意 如果我好像我這樣 他叫我說普通話 我的普通話一定會被人笑到 我會被人笑到 那我不願意 那神也不會逼我的 是嗎 是 是 是 所以你第一件事 就是問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不只是鼓勵 其實是整個教會 他在主流書裡面 就是好像白癖 手手腳腳 就算不好 他都會盡量教導我們 在靜靈方面 是 是 是 這個提醒 是 這個是什麼 你說 我覺得這個提醒 令到自己的生命上 更加是獎勁 還是成長 在熟靈方面 我自己這樣認為 是 很好 對你來說是一個鼓勵 是好 好事 是 我們期望下一個星期 無論結果是怎麼樣 但是你可以在當中 跟我們分享 你一路祈禱 你覺得有什麼領袖 神給了你什麼 我們期望 就是聽到你的分享 看看神會為你 怎麼去準備 在教會上侍奉 好嗎 不是只是教會 當然就是教會 很多福音機構 或者其他方面 其實每一個地方 是神 是建立 是一道的地方 都很希望 手手腳的 一起去 成立這個教會 是有成長 這個地方有成長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教會 很多福音機構 很多的事工 都很需要 人在當中 一同來成長 一同去建立 去塗造 這個生命 這個生命是 協助神去使用 是 剛才我們都說了這一點 就是說 聖靈 恩賜是用在哪裡呢 剛才我都說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就算在我那個 以前的生意那裡 神都有用我這個恩賜 因為他們是沒有回到教會 但是他們是信神的 但是我們都是用我這個土工恩賜 去帶很多醫治給他們 所以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Monitor 你說就算是事工 或者是一些事工的機構 我相信神都會是用恩賜在那裡的 所以期望下個禮拜聽到你的分享 好嗎 好 那我們看還有沒有其他大英姊妹 是 看有沒有大英姊妹有想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 有什麼想要分享 或者分享 好像Monitor這樣分享 有什麼 有什麼想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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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大家 或者大家 大家又不舉手 告訴我 你自己有沒有發恩賜 有什麼想要分享 如果這樣 這個禮拜都要做一做的功課 我覺得其實那個功課很好 最後都說 你對這個課題有什麼感想 或者我邀請大家 講一講你的感想 寫在那裡看 如果你覺得你有什麼恩賜 你寫下 或者你懷疑自己有什麼恩賜 你寫在那裡 我會為你們討過 好嗎 就是這麼多 好 有什麼想要分享 如果沒有 我們就結束討告 好嗎 我們一起同心討告 親愛天父 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今天 在星期六的時間 學習聖靈的恩賜 我們當中有弟兄姊妹 都不是很清楚 她自己有什麼聖靈的恩賜 或者聽了這一課之後 可能就說 我有很多事情想 但我們懇求 你就是去帶領每一個弟兄姊妹 我們深信 你已經是給了她們恩賜 不僅是一個恩賜 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求主你自己 讓她們去提醒她們 讓她們發掘你給她們恩賜 要求你為她們安排 去侍奉的恩賜 侍奉的這條徒路 在哪裡侍奉 去用這個恩賜 使到教會 使你的社群 得道被建立 主啊 我們懇求你 我們都懇求 我們能夠過一個 真是有意義的人生 讓我們 你給我們恩賜 都不會白白的 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不會忽視 我們不會忽略 要求你給我們當中 教我們怎樣用這個恩賜 可能我們覺得 我們的時間 順便安排 我們又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哪裡 主要求你給每一個大兄姊妹 有一個信心 你說先求你的國 你的義 一切都會加給他們 就算他們每一天要安排的時間 你都會運他們安排好的 所以求主你自己是幫助 鼓勵他們 讓他們開始去思想到 發掘到他們 你藉著聖靈所給他們的恩賜 主要求你現在就是 繼續在他們生命上工作 讓他們知道他們受了什麼恩賜 如果沒有的 就求主聖靈你現在 我們懇求你 就加給他們每一個人的恩賜 藉著你自己的意思 加給他們每一個人的恩賜 讓他們知道 開始在這一方面去成長 開始運用他們的恩賜 感謝你 我們都是為了 為了帝兄姊妹 好像是監視器 那樣 他都覺得有些 但是又不知道在哪裡 涉復好 求主你自己引導 引導他們 指導 指引他們應去的地方 去的教會 去哪一個範疇那裡去服侍 還有感謝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感謝你已經賜了你的恩賜 給每一個的弟兄姊妹 感謝你 你會運用他們的恩賜 就求你讓他們有信心 讓他們有信心在這方面發展 我們感謝你 就算現在聽著我們在網上 可能有很多的頂姊妹 或者不同的朋友 都在聽著這個網上 這個教導 求主你自己 都是跟他們說話 讓他們明白聖靈的恩賜 讓他們用他們生命的恩賜 去服侍你和他人 感謝你 我們將我們以下的時間 完全交給你 求聖靈你繼續 在我們的生命中運行 去教導我們 引導我們 特別是在這個禮拜 我們思想恩賜 我們的恩賜是什麼時候 求聖靈你 大大聲聲跟我們說話 讓我們都聽到你的聲音 我們祈禱交通 是奉主耶穌基督命祈求 阿門